大家好,我是悠悠 连着下雨下两天了 天气也降温了很多 这几天回答鸽友的问题最多的就是 问的问题最多的就是鸽子拉锡变肉 你看我这个鸽子拉的 很细很细的 还是绿变 这种是病毒啊 我这两天也没有注意 因为阴天的情况嘛 打扫鸽舍 鸽舍里面有点好像进水了一样的 也都是稀稀的 我今天早晨才注意的 朋友们你们说这种分变是什么情况 那如果鸽友家里面 有鸽子拉这种分变呢 也可以看评论区啊 有知道的鸽友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 评论一下 让我们这些新手养鸽的朋友 给看一下 反正都不是什么好 早几天晴天的时候也是特别的好 这两天降温了 你看这个鸽子还吃分变 脏不脏 晴天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就这几天天冷降温 这个分变 这个分变开始不一样了 因为天气冷的原因吧 鸽子还不是怎么的精神 不是特别的活跃啊 朋友们如果你那个家里面的鸽子 拿的是那个西边和绿边 你是怎么样治疗好的 请在评论区里面评论留言 让鸽友们也看一下 因为我对这个一点不懂的 鸽友们问我 我都是直挠头的那一种 我说是不是天气冷凳的原因啊 有知道的朋友 请在评论区留言 解答鸽友心中的疑虑 这个小鸽子可会抢劲了 这就是这种鸽舍里面拿过来的 那只鸽子 应该这个视频还没有上 我是拍了一个长达一个月的 就是关于这个 红色大鼻子 为这个幼崽 一直从出壳长到现在 还没有上那个视频 好了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记得在评论区里面 评论留言 关于这个鸽子的这个 粪便的西便和绿便的这个问题 麻烦了朋友们 再见 再见